谢谢主席,有请市长 市长背讯 市长早 我想今天这个修正条文 基本上这个方向 我没有什么多大的意见 只是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就是除了本薪 包括年功凤薪之外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待遇 没有 没有 一般来讲本薪之外 不是还有其他的加急 还有其他的津贴 还有其他的薪资等等 当然不叫薪资 可是有请他很多的名目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公务员发了个薪水贷的话 除了本薪之外 还有其他的项目 那这个其他的项目 有没有包含在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本薪不给了以后 其他的项目还照样继续给 那这个意义何在 是 跟委员报告 依照凤吉法的规定 一旦停止 他的职务已经停止运作 停止受薪 所以所有的薪水都要停止 包括任何的津贴 奖金之类的东西 通通一切停止 就是说他在这段时间 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收入 政府不会给他任何一毛钱 然后等到调查完毕以后 如果他是无辜的 然后我们全速发还给他 会回复给他的相关薪水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有很大的意见 我最怕的就是说 本薪不给其他的照样给 那意义何在 没有这个意义 对不对 好 那我再想请教一下 这个次长 我想最近看到两则新闻 给我们真的是很担心 一个就是说 刑事警察局 就查到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在吸毒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高雄有一个职业学校 一班 40个人 有30个人涉嫌吸毒 难道现在学校的吸毒 发来到这种程度吗 那还有一个人说 他们班上50个人 有四分之一的女生 都在吸毒 而且不但吸毒 这些四分之一的女生 晚上都在夜店酒店上班 来赚取这个毒费 那这样的时候就很可怕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高中 念了五年以后还在高二 她目的不是去念书 目的是去贩毒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女生学生讲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学生 我现在晚上只有在夜店 然后赚一点 给她命的钱 可是将来毕业的时候 我就要赚更多的钱 然后我的毒品 从三级毒品变成二级毒品 到一级毒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教育部 对于学生的吸毒的部分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 你们教育部 这个夏安中心 96年 通报的人数有多少 你知道吗 有255人 如果你的相关单位不在 那我就告诉你 98年的时候呢 1263人 从255人 一下成长到 1263人 成长了五倍 两年而已 那我昨天 跟你们教育部 要一个资料 你能不能把这1263人 给我区分一下 小学有多少 国中有多少 高中有多少 大专生有多少 我是希望他昨天下午5点钟 以前给我这个资料 因为我们电话 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说是有现成的资料 可是到现在9点20分 我还没拿到资料 市长 这个委员跟 行政单位要相关资料的话 应该是不是可以提前给我们 不能说到我今天质询的时候 因为市长 我问你这个数字 你绝对答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刚开始问 96年有多少人 98年有多少人 你就答不出来 那我就知道 你们没有这个数字 那可是呢 我为什么要这个数字呢 我就是想要知道 这个吸毒的学生 他在国小 到底有多少 而且这个有没有一个成长的趋势 如果国小的人数 逐年再增加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小学 因为看到报纸上 小学六年级 那个刑事警察局 就查到小学六年级在吸毒 那如果这个人数真的要增加 而且年龄层一直在下降 那就表示我们 对于学生的吸毒的这个部分 我们教育不是束手无策 报告委员 我在这里跟您报告 首先我因为准备今天的咨询以及有关 这方面的业务呢 跟我的业务 也许无关 不是无关 我仍然要关心 对 我平常比较没有直接接触 我在这里马上报告委员 我们九十六年国小的有四位 国中一百六十四 高中子一百一十六 大专十位 所以是两百九十四位 有关吸毒的一个对象 那么九十八年国小变成六位 国中增加了三百九十二位 那么高中子到了九百零二位 大专从十位降为八位 所以是一千三百零八位 这样的数据呢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触目惊心 那么谢谢委员再度的提醒 部里面在这方面 也能够更加进一步的 更务实的 更加没有那个缝隙的 来提出相关的 更有效的措施 所以从市长 您刚才讲的数字 就看到年龄层在下降 下降下降 对不对 国小有在增加 虽然增加的幅度 感觉上好像并不是很大 如果一百分比的话 好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相当相当可怕 可是问题在国中 如果增加了三百多个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国中增加了一倍 因为你九十六年 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三百个人 一百六十四 对 就是说总数通通加起来 也没有三百个人 才两百九十四 对 那到九十八年 光国中就三百多个人了 超过九十六年的总数 是 非常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那如果我们再针对 对照警政署的资料呢 你知道警政署 在这个九十八年 它统计的资料 这个吸毒的 是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个人 四万一千 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个人里面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 有八百七十九个人 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的 有四千四百三十二个人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 就是五千多人 一般来讲这个年龄 都是国中 高中 大专生 而且目前国中 基本义务教育 通通应该都在学校里面 高中 以现代来讲 大部分的学生 也都在学校里面 所以相对的 这些数字里面 应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在校生 所以如果以警政署的资料 在跟你教育部 下汉中心给的资料来讲的话 中间又差了好几倍 那因为下汉中心 它是根据它过去的 相关的行为 然后列测 然后才做尿液的筛检 那警政署呢 是实际在查获到 这些数字 所以这两个数字 基本上有这么大的差距 那就表示我们学校 在校安中心 对于学生 吸毒以及尿液筛检的 这个部分来讲 是不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在 跟委员回应 跟委员来报告 我回去之后 马上做以下的处理 第一 马上邀请警政署 会同本部 以及相关单位 对有关的数据 再做一个比照对照分析 然后把学校县市 把它做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不会 伤害到当事的学校 或者怎么样 但是第二 我们会以 不能少一个 不让一个孩子受害 受毒害这样的立场 来做地毯式的 非常绵密的 来处理 怎么样 让孩子远离毒害 因为我觉得 这是现代的鸦片 会让我们 我们的民主幼苗 会受到很严重的 身心上的祸害 这一点 我跟委员保证 做到这两点 立刻对照数据 查出学生的所在 第二 做防范的措施 很绵密的 不让一个孩子受毒害 好 我今天听到这个市长 在讲的这话 我真的是很高兴 表示教育部有这个决心 我们一定来说 不过呢 就是你刚刚给我的数字 跟教育部给我的数字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给我们的资料 为什么要减掉 把这个数字减少一点 好像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不是问题 委员增加 对 增加 225 294 对 表示最新的 你给我的数字少嘛 你们 这是比较新的 给你的数字多嘛 对不对 多是新的 问题是96年 98年数字不会变的嘛 99年才会有增加嘛 跟委员道歉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我希望以后 你们给我们的数字 是正确的资料 好 第二个 我也希望 以后我们要的资料 在时间上面来讲 能够尽量的配合 是 好不好 不要 到我们今天来质群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这个数字 请多包含 那说实际上的 为什么我在选择 今天来质群这个问题呢 因为马上放暑假了 因为 依照警政署统计的资料 每年7月8月 是吸毒案件最高峰 每年的7 8月 是吸毒的最高峰 换句话说 在校学生 因为那个时候 离开校园以后 学校不会 可能不会再去追踪他 也管不到他了 然后呢 在暑假当中 可能接触的 朋友 复杂性就比在学校里面高很多 所以如何能够 在马上到即将 暑假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于学生的吸毒 有没有办法 把它降低下去 是 因为依照警政署 给我的资料 7 8月 给平常的月份 要增加50%以上 要增加50%以上 所以这个数字 是我们作为教育单位 应该要所警惕的事 应该要注意的事 所以对于7月8月 暑假的部分 如何能够让学生的吸毒案件 能够下降 我不想教育部有没有具体的办法 我们在6月中之前 会把刚才提到的第二项措施 来提出来 并且务实地去做 在暑假期间 校外会的一个功能 以及学校的辅导系统 也会全力地来发动 希望没有时差的 没有时间的 来防范毒害 侵犯我们的学生 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次长 就是目前 前一阵子 报纸真的很大 学校健康检查很粗糙 有问题的 上面也写的是正常 那然后教育部就规定了 健检每小时不能超过50个人 每小时不能超过50个人 换句话说 一个人大概就一分钟 请问一下 市长 做一个视力 看看零点几 零点几 要花多少时间 以我自己的经验 恐怕会要一分多钟 就要一分钟 看一个射盲的表 看看也要三十秒钟吧 三十秒左右 你一个取齿 一个牙口腔的卫生 你看看也要一段时间吧 一分钟左右 对呀 那你这个心脏 心那个量血压 还有其他的部分 整个加起来一分钟够吗 所以我是觉得了 今天我们教育部每年要花一点七亿的钱 在从事健康 补助地方政府做健康检查 那这个健康检查就要弱势 不能说是 听心脏 隔着身体 这样看看 用目视探视一下 就可以说正常 正常 正常 那这是 虚因事故 如果这样的话 只是为消化预算 我觉得教育部应该做一个标准流程 这个我们已经讨讨讨 这个我们已经讨论 我们会来跟医疗单位来做对话 然后把学生健康啊 让在一个合理的进行程序之下来办理 那每小时不能超过五十个人 这个部分先收回 这个可怕可以来 这个不能这样 一个小时五十个人 不超过五十个人 虽然一个小时不超过 一个人只有一分钟嘛 是啊 一分钟怎么做健康检查呢 我们我们会来 这个部分 这个命令 你们先收回 赶快把标准作业流程 出来以后 给各级学校 按照标准的作业流程 去做一个 这是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好谢谢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